台北市政府公园处人员乘坐高空车 到好几层楼高的分隔岛树上顶端作业 他们是打果大队 目标是芒果树上结石累累的芒果 这也是台北市松山路 整条分隔岛上种植了65株芒果树 每到夏天随风飘移的芒果藏自动掉落 不但会砸到下方行经的七机车 还有民众冒险到分隔岛上捡石 台北市政府公园处方面表示 早年政府曾推广种植可食性地井树种 其中芒果树就是最大宗 为了避免十几公尺高的芒果掉落 威胁人车安全 公园处每年五六月 在芒果落地前都会进行打果作业 今年因为气候异常 打果后的芒果树很快又长出丰盛的果实 因此进行第二次打果工作 我们其实在每年的五到六月就是会办理打果的事情 就是将这果实打出 那维护整个行人的安全 还有维护整个环境的一个干净性 那当然因为今年气候比较适合芒果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打完果以后呢 又结了蛮多的果实 所以我们这次呢 再办理一次补打 那针对这个次的一个补打的过程 我们大概预计是七月三号起到七月六号执行三天 针对这个松山路的部分来做一个整条路的一个补打 说是打果 不过员工对工班人员 却是在密集的置业间上上下下 用手将一颗颗芒果栽下来非常辛苦 芒果很大量都不好采 然后而且掉下来都会砸到人 所以我们要赶快把它收起来 初不估计 员工对工班每天采摘的芒果重达上百斤 除了送到苗圃做堆肥也会赠送给周边邻里民众 打下来的一个芒果来说 因为这芒果的甜度蛮高 所以我们其实会除了拿来做堆肥以外 那另外就是说周边的居民或里长 针对这个芒果树想要做一个食农教育 或者是说等于说环境教育的使用的教材的话 我们其实会主动提供给他 如果他跟我们索取的话 我们会提供给他们做一个环境教育的使用的教材做使用 据了解 全台北市列馆的芒果树超过五百五十株 多种植在人行道、芬阁岛及公园 公园树方面除了定期执行打果作业 也呼吁民众不要自行打果 以免发生难以预料的公安危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